OK,没有问题,这一期视频的给大家来一把这个游礼爽一下 那现在基本上开这个游礼小快递房间 开的比较少了 所以我们自个儿搞一个这个游礼的房间 你看这个场上有很多的这个选游礼的 因为好多的观众都想看我们玩游礼 那我们自选游礼的话这个场上它的游礼就比较多了 然后我们给上面摆了一个碉堡 但是没有想到你看这游礼版本的大兵特别的厉害 这队上输出实在是太高了 但是他没有想到我们在这个游礼的脑袋后面 藏了一个碉堡对不对 好,那我们开局捡到了一个光能 这个光能 哎呦,怎么没进去啊 这个光能啊,你看 一进到这个里面 是不是直接无敌的呀 哎呦,对面还想堵住 我们直接自个儿造一个围墙给他一堵 即便他有这么多的大兵也没有用 我们光能啊,建筑围墙 你看,是可以穿墙的对吧 嘿嘿 好,你看我们啊,不仅可以穿墙 我们进了坦克碉堡之后 攻速还增加了 射程啊,也变远了对吧 哎呦,油田啊,还是不能打啊 油田这种香锅膜 好,那我们肯定得自个儿啊 出一个供兵给他站了 对不对 哎呦,虽然啊 咱们基本上现在经济权的靠捡箱子 但,蚊子腿啊 你也是肉 绝对蚊子呢 把他放过 好 那你看 咱们是不是就轻松啊 拿到了这个隔壁的地盘了呀 哎呦,再拿我们啊 开局捡到的光能 开始疯狂啊 猜一下对手的建筑 你看 这开局啊,咱们搞到光能 那实在是舒服的 这不能太舒服了 这个光能啊搞出来 进一下坦克碉堡无敌 好吧 好 那我们啊 造一下磁电坦克啊 因为现在这个场上面啊 磁电 这个油里啊 我们必须得用这个磁电 来对抗一些比较会玩的油里啊 像这个熊绿啊 明显就不是很会玩的 对不对 哎呦,这个兽人还想吹 哎呦,这什么兽人啊 哈哈哈哈 虽然说我的光能呢不是满血 但毕竟是一星的光能啊 这,你看 打我的奴隶都是一下一个 这张奴隶啊 是要两下一个的啊 哎呦,这很明显的啊 是一个加火力的兽人 把我们的光能呢 一拳 就给砸碎了啊 太猛了啊 好 那接下来我们手上啊 有这一些磁电 是不是就可以找其他的油里 过去操作一下了呀 但是在这之前啊 我们毕竟啊 搞到了这么大的这个地盘 这么大的地盘啊 造手了 我们肯定 得发育一下呀 哎呦,我们啊 在这种地图上面 咱们有更大的地盘 就意味着 更多的箱子 肯定是刷在 我们的家里面了 对吧 哎,好 那我们呢 哎呦,这牛车过来吃我的光 那没事啊 我们直接用我们的磁电 哎呦,一下子 把他的牛车给强换掉 好 那我们的雷鸣 在一起射 小蓝是不是 就完蛋了 他拉基地啊 不是 不拉基地啊 也不是 拉基地啊 他要掉 不拉基地 他也要掉 哎呀 这小火蓝啊 输出还挺高的 这小火蓝 把我们的 这几个磁电坦克 一不小心啊 烧掉了几个 啊,不过问题不大 咱们 三星有理差 那都已经搞出来了 好 那接下来 哎呦 有一个这么厉害的一个要塞吗 好 你看我们的油理差 直接过来 一油 哎呀 把他的这个地板砖啊 给他拿到手 这边竟然还有一个这个坦克啊 过来抢我们的枪子 那实在太过分了 哎呦 哎呀 咱们还想把他的这个要塞啊 给他 扔了 扔到我们的回收站里面了 结果 里面竟然装了个狙击室 把我们的这个马桶哥啊 给 带走了 好 好 那这一波啊 正好有流车 哎呦 流车啊 我们就喜欢玩一下这个 摔摔乐 对不对 直接就跟他玩一下 举高高 哎呀 这一波砸他的这个矿场 还没有砸到 但是我们的大超五 已经准备出来了 已经准备出来了 而且啊 我们把家里的这一个箱子给他一次机器非常好啊 结果哎呀 这个小粉啊 竟然想过来偷摸 搞我的基地还造了一个这个苏军的病 为了防止啊 激怒 还自己把这个游里叉啊 给他干掉 但是啊 到了这个阶段 那得罪大哥 那有什么下场啊 那肯定是显而易见的呀 对吧 好 我们呢 把左边的这个箱子给他一次 接下来我们的这个游里叉啊 就进他的家里面啊 想有什么就有什么 已经可以啊 零人够了 对吧 哎呀 结果啊 小粉 攒了半天的钱啊 也让他展出来了一个这个心灵控制器 但是啊 没有关系 我们的心灵控制器啊 比他快啊 对不对 又想过来啊 有我的基地 那么是啊 我们的基地收起来了 他卖不了 那是不是 把他的游里叉啊 一波就给他带走了 哎 接下来我们再用光能坦克过来 治一下他的这些重装大兵啊 哎 你看 光能手长 打重装这种小脆皮啊 刚好 一下 一哥 好 那你看 接下来啊 这个小粉 不对 这个 小黄 是不是就被我们轻而易举了 就被消灭掉了呀 哎 中间呢 我们的箱子在一减 这一把 已经成成 完成了一个享受局了 对吧 好 你看 家里面呢 咱们就多弄一些这个 两期的单位啊 高点运输船 那刚好啊 这个马桶哥 他也是两期的啊 前线 用不着了啊 那没事 咱们暂时啊 也用不着他 对不对 直接把他拉到家里面就捡箱子 那刚好啊 这玩意 他的移动速度 还挺快的 哎呀 哼 这还想啊 来我的家里面来捡箱子 那我的家里的箱子 能让他轻而易举的 这可以捡了吗 那绝对不行啊 哎 这个小红 看样子啊 运气挺不错的吗 竟然也让他捡到了一个游里基地 还过来啊 炸我的磁点 啊 这让他炸了一个磁点 完成让他炸了我两个磁点吗 那绝对不行啊 好 那既然啊 这个小红 率先对我们不敬 那是不是 我们就要让他看一下我们的 哎 这个帅脸的呀 哎 结果你看 我们的脸啊 往他家一放 结果他家里面就被我们的这个脸啊 给帅炸了 对不对 家里瞬间啊 被搞得一干二斤 啥都没有了 哎 空空荡荡 好 那你看 这个小红啊 是不是 瞬间就被我们给秒杀掉了啊 那为了防止啊 这个小粉 他的星空啊 也好起来了 那我们 是不是也得过去啊 先证一下这个小粉呢 哎 怎么可能 能让这个小粉啊 把他的超级武器给用出来呢 对不对 这么多的飞碟 想把他给干掉 那是不是简直啊 就是轻而易举啊 哎 你看小粉啊 还用盖特把我们的飞碟啊 给勾了过去 但是问题不大 我们的这个飞碟啊 比他的飞碟数量要多 小红的这个神盾 也救不了 那毕竟啊 我们磁脸直接去高高 把他扔到 在陆地上面 直接就给他摔爆了啊 好 你看 我们身后啊 还有这么多的这个飞碟 哎 你看啊 这个小粉 小粉 还把他的基地啊 拉出来 拉出来 那有什么用啊 现在啊 跑 能往哪里跑啊 啊 那只能啊 往我们的这个怀抱里面跑 对不对 毕竟啊 这个小粉啊 家都没了 让我们 必须得保护一下他的这个基地车啊 对不对 哎 这个保护的任务啊 就兼顾给我了 同时呢 我们呢 也会为小粉 重新造一个温暖的家 哎 你看啊 想跑 想跑没用 我们直接把他围在我们的这个围墙里 哎 你看 这个家是不是盖得非常的温馨呢 哎 下面一个围墙 那是不是没得走了 再补一个围墙 哎 这就对了嘛 你看 这是不是很安全的 啊 明显啊 就非常的安全啊 这 想把他的这个基地啊 给他打腰 那看来 这都不太好打了呀 那刚好啊 我们手上一个牛车 我们就 伪造啊 事故现场 但是在 这个时候啊 咱们直播的时候 哎 跟他说了 好 各位先生的杰特马 注意看 这个 对面的这个小粉 是怎么死的 对不对 实际上啊 我们故意搞个节目效果 哎 你看啊 咱们 时电就过来 哎呀 对面 这人里面还过来 想 打我呢 哎呀 结果空大了 那没事啊 他的基地就在我的手中 还敢对我们 有什么 操作吗 对不对 这么多的飞碟 直接在他 潜艇的这一片海域之上 好 那我们现在啊 就要开始这个 伪造事故现场了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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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啊 咱们这一步啊 确实是故意的 啊 就故意 让这个小粉啊 这很慌啊 对不对 哎 看在他这个 基地啊 头顶上的这个牛车 你说是 这是不是 啊 就非常的慌啊 哎 我们再一砸 啊 你们也都看到了 这绝对不是啊 我们一不小心砸歪的 哎 我们就是故意砸歪的啊 这个小粉他现在啊 非常的 害怕啊 那既然呢 已经 两次了 失不过三 哎 嘿嘿 直接当场啊 砸到他的头上 好 那我们这一把啊 就一不小心就又赢了 对不对 好 那各位的点赞 关注应该也是完全的 OK 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